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7月21日 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漢賢 回顧週末期間的天氣 可以說是陽光驟雨也有 原因是因為 隨著熱帶氣旋威馬遜進入內陸消散後 廣東沿岸地區是多了一些陽光 同時亦有些驟雨 我看回香港昨天鶴咀拍到的天氣照片 顯示我以為是有陽光又有驟雨的天氣 事實上在昨天香港特別東邊的地區 也下了不少驟雨 看回今早早的情況 我們在維港拍到的天氣照片顯示 天空上面有些雲波雲兩不算太多 而且亦開始見到有個太陽出來 氣溫方面我們看回今早早的最低氣溫 各區都是在26至28度之間 預測今日將會是漸轉天晴 各部地區會有些少驟雨 天氣會是嚴熱的 氣溫最高會去到32度 就會吹一些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 至於未來幾天的情況 我們轉過來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片 先留意中國東南部地區 現時因為受到一個反氣旋的支配 所以整體來說雲涼不算太多 珠江口現時就受到一些內陸的雷暴區影響 有些高雲就飄過來 短時間內雲量比較多 但是日後這些雲都會逐漸消散 現在其實天氣比較差的 集中在西北太平洋這個區域 這個螺旋狀的雲團 其實就是颱風 麥德武 我們預計麥德武將會採取一個 西北偏北的路徑移動 首先會橫過菲律賓以東的水域 接著就會轉為 移向台灣一帶的地區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未來幾天 有需要去到這一區的旅行或公幹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當地的天氣的轉變 看看中國東南部地區 未來一兩天 基本上我們都會受到反氣旋的支配 所以包括華南沿岸 其實未來幾天雲量不算太多 而且隨著麥德武還在採取近台灣的時間 我們在廣東沿岸轉為吹一些大陸的氣流 氣團就會由內陸比較熱的地方吹出來 所以沿岸地方就會變得天氣酷熱 香港情況也不例外 我們預計展望在未來一兩天 都會是一個天情酷熱的狀況 但地區會有些驟雨 香港天氣就說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